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什么是五核性呢 就是指程序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希望这个关联性越低越好 那当你在修改一部分代码的时候 其他的地方受到的影响越小 也就是降低程序的五核性 而接口的本质呢 就是把功能的定义和功能的实现分离开 接口当中只定义方法的名字 而没有具体方法的代码 谁实现了这个接口当中的方法 那谁就是这个接口的实现 那如果需要用到这个接口的地方 都可以传入具体的实现 那你像这里需要一个USB接口类型 但是在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传入鼠标 也可以传入U盘 因为它们都是这个USB的实现 购语言的创始人 罗伯派克就曾说过 如果说只能选一个购语言的特性 移植到其他的语言当中 他会选择接口 所以说购语言中的接口的设计 还是一个比较有突破性的设计 目前绝大多数的编程语言 接口都是侵入式的 而购语言的是非侵入式的 这里写错个字 这个概念我们在上节课就已经提过了 也就是说在实现接口的时候要说明 我实现了某某接口 后边要跟上这个接口的名字 那这个可见而知 其实偶合度是增加了的 在面向对象的语言当中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叫做多态 我个人觉得这个特性比继承性还重要 那什么是多态呢 就是指一个事物的多种形态 购语言不是面向对象的语言 但是可以通过结构体签套来模拟继承 现在也能够通过接口来实现多态性 多态性不太好理解 我实现画了个图 其实多态性是在封装性和继承性上 衍生出来的特性 在继承上 首先呢你要有负类 还有就是子类 而子类呢是一个特殊的负类 比如说负类是车 子类是小汽车 负类是人 子类可以是学生或者是工人 那假如说动物是一个负类 而猫跟狗是它的两个子类 在负类当中有两个字段 内母和A子 还有两个功能就是吃饭和睡觉 那么对于下边这两个子类 即使你什么都不写 也默认有负类的属性和方法 那我们给猫增加一个字段属性 来表示它的毛色 给狗新增一个行为功能 就是看家 那当我们在创建对象的时候 如果说你创建的是负类对象 就是这个动物 那么就只能够去访问 动物的属性和方法 不能够去访问这些子类新增的内容 那如果说创建的是猫的对象 那可以访问动物的属性和方法 也能够访问子类自己的新增 创建狗的对象也是一样的 那这里多态怎么理解呢 其实是针对于子类对象来说的 比如说这个狗 它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把它看作是狗 一种是看作动物 因为子类也是一个特殊的负类 如果说把这个狗的对象 看成是狗的时候 那就可以访问狗的新增 你可以让它看家定用这个方法 如果把它看成动物的时候 那它就不能够有看家这个功能 因为它现在是动物的形态 这个就是一个多态 也就是说一个对象受到类型的限制 你在定义的时候 可以定义成负类类型 也可以定义成子类类型 那么类型不同 导致它的具体行为功能也不同 也就是说 能够访问的字段和方法不同 那这个多态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动物园 需要添加动物 那这个方法我们如何实现呢 就需要把动物作为参数加进去 那你这个参数怎么写 写猫写狗 还是写兔子 或者写其他动物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写成动物 因为子类也是特殊的负类 猫是动物 狗也是动物 只要是动物的子类 都可以作为参数传进来 在够语言当中呢 它虽然不是纯面向对象的语言 但是面向对象的特性 都可以模拟实现 我们之前创建过M1 代表鼠标 也创建过F1代表U盘 比如说这个U盘对象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U盘的话 那么它呢 就能够访问U盘当中的 这个内容图形 假如说我们在U盘当中 再去新增方法 比如说删除数据 那当前这个F1也能够去 定用这个方法 好 我们先来执行看一下 所以说呢 现在F1它就是一个U盘的形态 那么具有U盘的功能 如果说我们把F1 付给USB类型 这已经有个USB 我们复制M1 其实也是一样的 F1 那么它现在就被看作是一个USB设备 不是所有的USB设备都是U盘 所以呢 这个USB它就不能够去访问 U盘当中新增的属性 和这个新增的方法 如果我们拿USB 去定用这个Delete方法 那这是没有的 好 我们在上面记一下 购源通过接口来模拟堕态 那这个多态我们怎么理解呢 就是一个接口的实现 它可以看成是一个实现本身的类型 比如那个F1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U盘类型 那么它就能够去访问 U盘当中的属性和方法 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接口类型 那么就只能够去访问接口当中所定义的方法 那关于接口如何来使用呢 一种呢 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设计函数的时候 需要一个接口类型作为参数 那在定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你可以传入这个接口的任意实现类型来作为参数 好 我们来写一下 其实如果把接口作为一个函数的返回时 也是一样的道理 实际上你可以返回这个接口类型的任意实现类对象 第二个呢 就是定义一个类型是接口类型 实际上就可以复制为任意实现类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USB类型的变量 那实际上你可以附M1 F1 只要是这个接口的实现类类型都可以 假如说下面我们去定义一个数组 存储三个USB设备 那AR的0我们就可以存储M1 AR1呢我们可以存储FE 好 下面我们再去打印输出这个数组 再来执行看这个结果 那只要是这个接口的实现类类型 都可以存到这个数组里边 定义一个接口类型 实际上可以去复制任意实现类的对象 如果定义了一个接口类型的容器 那这个容器里边可以存储这个接口的任意实现类的数值 还有一个概念呢就是鸭子类型 这个鸭子类型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某一个东西长得像鸭子 会像鸭子一样游泳 也会像鸭子一样的嘎嘎叫 那么它就可以被看成是一只鸭子 对于静态语言来讲呢 我们需要显示的去声明某个接口 然后呢你用到这个接口的时候 传入任意的实现类对象就可以了 如果你传入的不是这个接口的实现类 因为是强数据类型 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就通不过 所以呢我们往往觉得静态语言比动态语言更安全 当然了静态语言要求程序员在编码的时候呢 就要按照规定来写程序 每个编量规定数据类型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工作量 也增加了代码量 而动态语言呢因为是这类型语言 它必须要运行到那一行代码才会爆错 但是动态语言没有数据类型这些要求 可以让人更专注在业务上 代码量也比较短 写起来也快 那这一点写Python同学比较清楚 鸭子类型是针对于动态语言来说的 它是一种类型推断策略 它更关注的是这个对象如何能够被使用 而不是对象的类型本身 购物语言作为一门静态语言 它引入了动态语言的便利 同时又会进行静态语言的类型检查 写起来还是很开心的 而购物语言在接口的设计上 是采用非进入式的实现方式 不要求显示的声明实现了某一个接口 你只要去实现相关的方法就可以 编语器就能够检测到 所以对比动态语言的话 我们也可以说购物语言 它其实也完美地支持了这个鸭子类型 关于接口的类型分析 我们先讲到这 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学习 请大家加入千封教育购物语言学习营 Q全号是784190273 好 本堂课我们先讲这些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